先前国内疫情趋缓的时候 台东县政府特别花费了4200万元 安排2万位的县民来进行县内的维旅行 让交通、餐厅、伴手礼等业者开始有了收入 而6号上午县政府也特别办理了感恩记者会 并自偷腰包购买小农茶包以及咖啡 来送给医护人员 以贿困的心来感谢医护为防疫所投入的心力 业者们送上自购的茶包以及咖啡 要赠送给医护人员 感谢他们在疫情当中无私的奉献心力 并由台东县卫生局长代表受证 上个月1号台东县政府花费4200万 安排2万名的县民进行县内的维旅行 展开疫后振兴的内循环 让县内多家的旅行相关业者开始有了收入 而业者们也表示 终于能够有工作可以做 感到相当的开心 因此大家在共同讨论后也认为 在疫情当中 医护人员无私的付出 相当值得感谢 因此特地制刀腰包 购买小农所制作的咖啡以及茶包 并由台东县卫生局长代表受证 降到二级的时候 我们又接到了台东所有的旅行业者 有接到的那个疫情来通的 一个通风的那个迴行礼 从9月1号开始 我们一起到现在已经接了 让我们旅行社业者 所有的有回国收入 然后我们台东看这个活动 全国的各县市的我们旅行工会 都有过来在看我们是怎样做的 为什么我们还都这么好 可以办这个活动 想效 他们也想过来要考察说 要回去报告他们各县市 所以我非常感谢有这个活动 让我们所有的业者 有回国的收入 而县府在推动县内循环经济的同时 不少业者也开发出 许多的秘境旅游口袋名单 并希望县府能够帮忙协助推广 我有听到是说 我们这次的流程里面 有很多很特别的 可不可以帮我们 放在网站上面来做宣展 可以吧 因为你们挖掘出来 好多好吃的东西 挖掘出来好多 没有体验过DIY的经典 挖掘出来好多 没有去过的秘境 这些我们都愿意 把大家辛苦 排出来的流程 我们会放在网站上面 那我们提供给所有的旅行者 全国的旅行者 旅游业者 他们一起跟我们在地做连织 那这个会承诺我们会来 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些行为 教官处也指出 台东县政府以三阶段的方式进行振兴 而第二阶段以台东人 挺台东人的为旅行方式 带动了相关旅游的经济发展 以目前的成效来说 算是相当成功 而未来也会协助业者 在景点开发以及推广上 给予协助 让更多人能够看见台东 记者 陈静玲台东市报导